吴依德近日在小S主持的节目小姐不惜地中爆料 某大学生的美班底时双面人 引发外界揣测 甚至有人认为她说的是同个节目出身的Lulu 令Lulu无奈发文澄清 在文物上引起热议 日前主持人之一的派翠克 在活动上被问及此事 凯云过去在节目中一定都会有小团体 但毕业后大家都各自努力 吴依德当时说的话也不是故意的 没想到事件发酵到这个程度 对于小S是否有听到吴依德所说的人名 派翠克则笑称 小S不论听到谁的名字都会吓一大跳 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 但结束录制后就会来问自己 刚刚说的到底是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